2月14號凌晨4點鐘 卡拉OK店打烊 一名男子騎著機車來到店門口 刻意停下來 電燃了衝天炮 就往卡拉OK裡面丟 天花板被炸出了破洞 還好是防火材質 沒有釀成火災 隔一天15號的凌晨3點多 又有人拿著球棒衝進了店內 把門踢破 砸破玻璃 打壞包廂內的液晶電視 店家等到中午開門做生意 才發現被人砸電 趕快報警 卡拉OK店的業者向警方 公稱過年前有人 上他鎖桃保護費 他不願意給 可能是這樣 遭到報復 警方展開追查 很快就鎖定嫌犯 在受理報案後 四小時內立即迅速 將作案兩前 具體到案 全案一 恐嚇取財 公共危險 回屬罪嫌 以請台南地限組偵辦 其中這名丟抽天帽 林姓男子 年紀二十五歲 但是警方調查 他平常不務正業 遊手好閒 在過年勒索老闆不成 竟然夥同二十一歲 林姓男子使用暴力 恐嚇店家 年紀輕輕 學人索桃保護費搞破壞 現在留下前科 恐怕會不當初 三連續員王少爺和 鎮鋒 台南報導